深圳是改革開放前沿陣地 當中最經典代表作 目過於位於福田區的中國電子第一階華強北 在改革開放初期 深圳只能依靠低廉土地和勞動力 以及比輪香港的地緣優勢 發展三來一保貿易 而早在深圳經濟特區籌備時期 電子業就被作為來了加工的主導產業 到了1985年 深圳電子集團公司成立 也即是後來知名的塞格電子集團 塞格工業大廈設立了全國第一間 專門銷售電子元氣件的電子產品交易市 塞格電子配套市場 促使華強北從電子製造業 轉型為中國最大電子交易市場 從塞格市場到華強電子世界 加上周邊其他同類市場相繼開業 整條產業鏈逐漸完備 在最繁榮的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 華強北匯集超過700個商場 日客流量近8萬人次 年銷售額達到260億元人民幣以上 隨著時間過去 智能手機時代降臨 電商興起壯大 加上因為修建地鐵而封路四年 華強北一度安靜下來 但華強北積極尋求出路 例如在2019年9月 就實現了5G全覆蓋 是全國第一個5G體驗街區 華強北的發展市 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縮影 更見證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更新迭代